第39題有關工的敘述下列何則正確 我們知道做工就是力量要乘以位移 而兩個必須要互相平行 所以選項B說做工的大小 只與作用力的大小 及物體的位移大小有關是錯的 因為他會跟作用的角度有關 選項C說某人以一固定的力滾動輪子 要跑到一圈後回到起點 使人對輪子沒有做工 雖然輪子跑一圈回來是沒有位移 但是在我們推輪子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施力隨時都跟他的前進的方向是平行 也就是隨時隨地力都跟位移互相平行 因此推圈回來是有做工的 所以選項C是錯的 選項株說對東西施力必然會對做工 這也是錯的 我們講過力跟位移要互相平行 如果是互相垂直就沒有做工 所以選項株是錯的 而我們曉得我們的工跟能都是存量 所以他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所以選項A是對的 因此第三個九題問我們說 有關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工沒有方向性 李奇